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山东省围方市所属的朱城市 为大家现场直播 露特丹2011年系列乒乓球锦标赛 西诺尔南庄中国乒乓球队的选拔赛 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现在是半决赛 马龙对马林 刚才张绮科跟我们讲到了 他这次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像马林 像王立琴这样的运动员 他们在短时间内 当他们重视一场比赛的时候 当关键的时刻 他们这种调动自己的能力 他说值得他学习 确实是 像马林今天就调动状态非常好 为了更好介绍比赛 我们特别邀请到还是中国乒乓球队领队 黄彪 为大家来做记录 二老您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也是特别请示黄领队刘国梁 看看张绮科能不能出图像 后来还是给了我们一个特例 因为他马上要打比赛了 黄领队刚才张绮科判断他认为马龙的曲神概率相对要高一些 应该说从现在马龙的这个态势来讲呢 因为他比较年轻 而且呢 最近的状况还是不错的 但是像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大家都是关乎到自己的关键场次的时候 那么这种潜力 就昨天我也在说到的 老队员 他在要跟你磕的时候 跟你玩命的时候 他的能量和潜力是很大的 我们现在看到 上场了以后 我们看到前几天开局 马龙确实打得不远活远 而且从战术上 今天马龙上来几个球都给的是马龙的赠手 是的 漂亮 你看马龙这个球发得非常好 极长极长 就是非常长 几乎是第一跳在自己的白线 第二跳到对方的白线 马龙球现在威胁是比较大的 他的不仅正手进攻的能力比较强 而且他的反手呢 这种快撕快拉也是威胁比较大的 是的 刚才马龙好像说这个球擦边了 擦边员呢 好像球坏了 球坏了 说球坏了 所以运动员对球非常敏感 稍微有些变化 他马上就能感觉到 好 比赛继续进行 现在是4比4 这场比赛决定谁能够进入第二阶段的决赛 那么下一场的半决赛是王立琴对张继科 他俩呢 跟刚才的 呃 他俩这个特点 我觉得就是马林应该是前三半好 马龙的相持那么一强 所以所以马林来讲 必须得速担速度 对 对 现在这八球抢风 他可能不要打到先 尤其是马林要对反手 反手对反手 那他就比较被动了 那马龙的反手本来就快 他两面一撕他 那么马林正手就用不上了 是的 你看马龙这个球啊 他的特点就是这个 运动员呢 他 动作非常流畅 而且正反手非常娴熟 你看他动作好像没有死角 漂亮 这阶段 马林的揭发球不是很好 所以马林如果说要跟马龙 一定要站住脚的话 在揭发球上他一定要接好 控制得住不让马龙上手 而是马林主动来上手 来抢弓那机会就好一些 比分还是咬得很紧 马林你看发球前 他一边眼睛看着对方 一边扇一扇这个拍子 这个球界的比较好 突然的批这个缠着转的 打直板选手 你要敢一发残球 有的时候要敢一批残 因为横板他相似之下 他还是有利的嘛 是的 你看又给残球 今天其实马龙残球 还是给的比较多的 从第一局来看 不能说发球 还是这个短球批残 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我看到最起码有三个球 到四个球 他如果一位的只打短球的话 那马林短就会很好的 所以他残短结合 打了这个马林 现在呢就到了关键球 所谓关键球就是7比8 8比8 8比9 9比9 这个时候是关键球处理 这个球往往 就是这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 把握着一两分的时候 他这个能力比较强 这个主要取决于你的决策 你要知道前面 赢球赢在哪 输在哪 这个时候拿出这个好钢 用在刀刃上 哎呦 这个球太漂亮了 你看这个马龙这个稳健性 看马林也是 一旦丢球以后啊 这种顽强 必须打球 拱上去 能上台就上台 这是马林的特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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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9 哎呦 机会没打到 我们看到马林 还是比较沉着的啊 他打球 我们观众朋友 不是 但是在摆短以后 他动不了的时候 你看 他还是很慢的 这个节奏感 掌握得比较好 是的 我们这些优秀动员 在打球 节奏感是比较好 我们在刚刚的话 要学 尤其我们是球迷 球迷朋友 要学他们这打球的节奏 什么是能力 对 什么球快 什么球慢 嗯 还有这个意思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 从容 他比较从容 那就心里呢 还是有这种 有底 那对马龙那样的对手 真是不好对 他还是摆脱不了 马龙的发球和发球抢攻 是的 这一局 尽管马林先上手 但是马龙还是要拼命的拉 哎 他这个球的控制比较好一点 让他接着他就能够上手 你看马龙呢 他只要一摆短 马龙马上使劲切长 然后马林拉起来 他反拉 这招对马林的制约比较大 加油 加油 现在10比10 马林这个发球啊 就是人们说鸡刀米啊 鸡多米 就是他这个手腕切的一下子 非常狠 漂亮 这个拉球拉的质量很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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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可惜了啊 其实马林这个接接的很好 而且摆的很好 第二个是上手已经出现缠的球了 结果这个球 不应该这么失误 但马龙那球我看送的底线送的也比较长 是吧 对 捧了他一下 所以这个对纸板的好办法就是切长 让他上手 然后呢 再防 这也是个好办法 加油 漂亮 这就是相吃能力 你看在整个相吃过程中 这个马龙的失误是非常少 这个对年轻运动员来讲非常可贵 这个球马龙其实也是他们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其实前面他反手拉了以后马林 他就失误一个 这个球他就等住了 他又有准备了 坏了 这样马龙经过坚固的努力 最后以十一 十三比十一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王老你觉得 这个马龙现在 就对于马林来讲 拿下这场比赛 你觉得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我觉得他身边首先要这个摆脱马龙拿发球的前三把他抢攻 第二个呢 这次呢 中国乒乓队在这里训练 可以说条件是非常的好 我们期待着他们这次能够 把模拟视频赛和这个视频赛的选拔能够圆满成功 并且在视频赛上取得好的成绩 实发球了 在这样的高水平比赛里谁先加力 谁先变现 都将是赢得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带短 三笔 三笔 大家注意这个马林怎么破马龙的这个搓长这一把 反手推到有的时候还是很有效 因为他直来直去动作很短 三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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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3 马龙领先一分 马林领先一分 又追回来了 现在感觉上是马龙比较被动 马林比较相对被动 就是好像稍微几个球没有到位 没有特别票 没有特别到位的话 那么比分又上来了 这个球是发图失误啊 自杀 这个时候非常可惜 这一局达到现在马林领先来以后 其实我们能看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他有变化的 第二个大家能看到在场上这个回合不多 那就说明马林这一局他的变化是比较大 他就东一个西一个 他都能给你变 他不给你打正规战 因为马林跟马能他一定不能打正规战 他只能打游击战 是的 这个比较符合马林的打法 那么在马林变的同时呢 马龙呢要注意这个马林的变化 尽量能够的拉拉打到这种 相持的这种阶段去 漂亮 你看这都是非正规的接球 这也是马林的一个特点 他在打球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 另外呢 往往是非常规的一些方法 所以是对手呢 就很难的判断 5比8 现在场上5比8 各位观众 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半决赛 这次呢 在山东诸城市举行的这个比赛是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呢 已经产生了名次 那么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相加 前四名将直接进入世平赛的名额 可能有些观众还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再说一下 那么在第一阶段呢 是在北京举行的 第一是王浩 第二是张继科 第三是陈启 第四好帅 第五张超 第六许新 第七马龙 第八延安 那现在 就是你第二阶段再排出这个名次来 把你两个名字加在一块 一除 前四名的 就是 可以直接到陆瑟丹参加世界锦标赛了 这个和女队是不太一样 为什么男队和女队的选拔不一样 就这个问题 等一会儿 通常是我们请黄队要领队 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黄领队 刚才提到这个 就是为什么女队和男队的选拔不是一个制度 因为男队呢 他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的阵容是不一样的 他有这个老队员 也就是马林王力琴 以及男队呢 是以王刘国梁 教练啊 教练组一块来定 根据特殊情况 根据啊 对付的情况 但是你觉得就你作为领队的角度来看 你认为这两个选拔赛的 哪个更加成功 或者说是有什么特色 你是从选拔制度上来讲吗 那我觉得他还是比较 因为比如说男队呢 他还加上自己的积分 而女队呢 他现在是主要是要对国际 那么他是用国际公开赛的成绩来考核 加上队类比赛的这个成绩来考核 两者相加 比如说你如果拿了两战公开赛的冠军 你就可以互选 如果说你在选拔赛拿一次冠军 你公开赛也要求你要拿一次冠军 是的 就是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尽快的 能够年轻学员能够站出来 能够挑起这个大量 去推动去 那男队的情况不同 所以他就 有一些老运动 对老运动 他就需要是互相推动 互相竞争 老的去发挥的权力 年轻的去推动老的 尽量去增搬搬搬搬搬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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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确实马林打球 要赢他也是蛮难的 只要他要的时候 他始终缠住你 哪怕你上来他输一局 甚至输两局 他只要不放弃的时候 他后面他还能够翻盘 经常能够翻盘 一个是他打球 他的这种控制能力比较强 位数比较好 很少 教练的变化比较多 好球 就能马林来讲的一般运动 我叫他要的时候 要去赞胜他去 那你也要有个毅力和意志 要咬住 砍住 所以这就是 刚才采访张继科的时候 他讲的 就是他需要学习的 就是这些老运动员 到关键的时候 说我要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能拿出东西来 对 是吧 他能调动起自己的 各方面的能力 他说这个呢 也是老运动员最可怕的地方 今天的这个可怕 就先轮到了这个 这个马龙的头上 等一会儿张继科将面临 王绿琴 也同样是这个情况 包括国外一些老运动员 老运动员 像萨姆罗 托福 波尔 这些队员 他在平时 公开赛一些比赛当中 可能不完全显示的出来 你觉得他不行了 当你到了奥运会 到了世界锦标赛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跟你玩病的时候 那他这个潜能是很大的 是的 他有经验 他有丰富 技术他也有基础 对吧 那他玩一命的时候 家里又紧张 那个时候 局是万万不注意的话 会被打乱的 刚才马林那是一系列的变化 他是通过他的变 通过他的特长 来突破马龙 因为要四平八稳地打 他打不过马龙 实际上 马龙 防得也漂亮 你看 这球防得太好了 打网以后 非常从容 这个球很关键 对马林那一样 那他本来7比3跟6比4 分数上差别比较大的 如果7比3 那这一局他应该说基本上是能够拿得住的 那么6比4给马农带来机会 马农来自于北京 他在华队教练 朱华教练是秦志健 这个北京队的教练是张磊 对他的家乡是 这个这个安山 但是从小就到了北京 现在看到比分的又缠到一起了 现在又打到了6比6 现在到了观念球 我们看马农确实他有变化 你看他在前面说他有一段他在变 就是不用反手横拉 用推挡使得这个马农啊 这个不好接 有变化 那当马农适应他的推挡的时候 他相信他用反拉 反手横拉这个技术 所以他这两个的变化是比较大的 大家听到的朱城福田 此地学校的学生们 高声的骂喊 为马龙为马林加油 今天的观众呢 有很多呢 因为是上班的时间 有很多都是组织的 特别是这个学生拉拉队 气势很强 这也是为我们运动员 营造了一个世界比赛的氛围 反拉 这样就打到8比8了 又到了关键球的处理 我们要特别密切的关注 马林的发球变化 哇 漂亮 这个系的系的很好 这个一长一短 马龙看到这个 马林看到马龙要退后防守的时候 这时候他又回摆了一个 虽然比较长 但是马龙因为身体到后边了 这就看出马林打球的时候 看着对方打 这个是高级境界 对 漂亮 我觉得在这个所有选手里 马龙的这个综合能力啊 看来确实是不容置疑 他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再有一点特长 再稳定一点 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 你看他这个技术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马龙现在没什么大东西 但有些还是要加强啊 有阵手的杀伤力 是 能去加强去 但综合的经验方面 好 我们看这份 这个钩对角的时候 这个球呢 这个球呢是偏高了 给马林不能留任何的机会 稍微有点机会 他就会抓得住 这就是马林 任何时机都能抓住 马林 加油 马林 加油 马林 加油 这个球是应该是判断是很好的了 出了一个机会 球他敢退台 侧身等着来接接他的这个冲 所以他的判断意识很强 其实这个球确实他接得很高 马林已经侧身了 等着要拉他了 但是他就能够 判断的时候 你就是拉的 我谢谢 漂亮 这个落点拉的比较好 拉了一个追身的 就拉马林的一个追身球 现在马林 有一个优势 就是11比10 暂时领先一分 但是现在是马龙发球 所以这个揭发球很关键 高抛球 直接揭发球抢冲 这个是博一把 这球 其实他已经判断到了 狠了一点 你觉得他这个接的对不对 接的肯定是对的 对的 冲的一百分对的是吧 对 但是呢力量下 在这个关键时候 在力量上 再加点摩擦 再加点保险 拉住这个落点 可能比这种直接冲 可能效果 那直接冲 你如果冲到了 你当然肯定得分 但这一面呢 他有风险 毕竟是关键时候 是的 11比11 现在关键 他这个实力能力强的人的优势就在于他稳定 只要是一打左来左右来又都有 那么靠特长打的人呢 他就有局限性 一旦你的发球 没效 一旦你这个特长没出来 这就不好办了 高了 这样马龙呢 是逆势而上 最终以13比11 取得了关键性的一局 目前是2比1 暂时领先 黄领队 这两天你们都安排什么活动 其实到了这以后 从接待各方面都比较好 尤其朱城 它是一个农场 这个有 很多鼓励术是吧 对的 它都是以前流落锅的那个严肃 所以那环节非常优美 所以朱城了以后 对运动员 参加比较 他能近得下心来 所以非常的好 现在我们先看比赛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就是马林 而且这个球不退台 然后在台内迎前反拉 这个难度非常高 需要快速的反应 现在相对的五位失误 好像马林呢 是稍微有高了一点 现在这个马龙比较稳定 因为马龙的打法呢 他比较这个全面 相对他跟马林 所以他不慌 马林呢 他必须要把他的特点打出来 那么他要打出来呢 他要控 要么控制好 要么上好就要 这个要叼 要狠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容易 失误就相对要多一些 连持俩发球啊 对 所以这个马林 这个发球啊 确实发得好 所以运动员这个磨练很重要啊 就像有的时候 这个年龄一样啊 你像人到了四十啊 他就他就明白了啊 四十不获嘛 所以但是运动员 不能等到这个时候 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就不获啊 这个是一个难度 漂亮啊 你看这个这个年轻人 打老运动员 就是这个 是吧 我娴熟 直拉开你 对 直板最怕的这种球 像马龙这种 你只要短球 啪 他一跳起来 一压住你反手 两边撕你 那你很难的 你必须不要让他散手 而是你控制他 你先散手 这个没办法 这是没招了 这个球其实发得非常好 又急又长 大斜线 但是马龙还是把它拉回来 其实直板有时候 很怕残球的 但是呢 你反过来讲 你要 要有这个胆量 你慢慢去发残的时候 现在马龙击这个没办法了 他已经被 把他锁住了 锁在反手位了 就想办法调一下 不跟你正手拉 没错 不跟你反手推 你只要一推 我就有机会了 是的 但是马龙的优点 恰恰是在这种情况 就你感觉他不行了 他马上又采取别的办法 绕来绕去 又回来了 这个是他的能力 他不放弃 他慢慢 寻找机会 所以他在很多的大赛当中 很多比赛当中 他都是在落后情况下 不知不觉 他最后他又捞回来了 漂亮 今天这场球啊 就看出来这个马龙 马龙作为老将 马龙作为新手 这个新手对老将的冲击 特别明显的能感觉到这种冲击 就是马龙有点招架不住 但是还顽强的就顶着 从技术层面的角度降 就是马龙还是要先进一些 我们来看的 马龙相对的就这个 主要是靠一些 他的一些技巧来打 漂亮 马龙也必须想办法 这么侧身快拉 或者快撕或者反拉 如果他如果再要推 那这个球可能他又被动了 你看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下 又把底分追成六平 六平了又追回来了 所以马龙打球的精神 是值得其他年轻冲员学习的 就在场上不轻易放弃 是的 然后再拼命的 在这儿不行那儿不行 那儿行 总在变 总在寻找机会 马龙看这个球拉得好 拉得好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拉了中路 第二个是他的力量用的 他不是用权力的 是的 他等七就够了 七分 对对 你看这球 质量太高了 不能形成这样吗 你必须跟马龙 你要形成的话 他就会很没动 明白 因为马龙是他的特点 或者优点 就是两边太有数了 球太准了 现在转眼又落后两分了 结果这个球呢 他是希望发的长一点 所以他第一落点想接近 想在白线上 就正好呢 打在边上 短的 你看这个其实这个丢这个球 看起来是丢了一分 实际上也有益 因为他这一下下了马龙一下子 下意识的马龙就觉得下一个球有可能长 所以他自然中心就往后 然后紧接着发个短的 这就跳了 有时候从战术的需要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要发正手或者发残球 是战术需要 漂亮 哎呦 这是个最好的机会 马龙在马龙在起手的时候 其实这个球 呃 落点拉的不是很好 虽然是机会 那么他拉个中路 得有了 就有了 啊 这样马龙呢 在 第四局 啊 就又取得了胜利 现在马龙是三比一领先马林 呃 刚才呢 呃 主持人良言也特别在前面说到了 就是说这个其实马林赢了 也进不了前四 啊 但是即使这样 啊 他这个仍然很顽强 啊 把这个把这个最后把这个举个脚的 是谁也闹不清 是今天马林赢来 投两局还是打得不错 尤其第一局一开局 说实话 他呃 非常的打得非常好 嗯 镇守强攻和精神面貌和那种 严密和药啊 就是他投两局虽然输了 但数都是在十比十比以后输的 嗯 啊 一分之差 啊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马龙 马林一上来 在第五局 第四第五局 就一上来拿下两分 漂亮 一点 白短的最大问题 白不好就是高 一高就很容易被对方打死 二点 今天总体讲马龙在接马龙的接发球的时候 要好以马龙接马龙的发球 这球太厉害了 你看这反手 拉完斜线冲直线 所以这也看到了 这个横板的反手上优势 接发球强攻 马龙一定要耐住性格 但是确确实实现在是下风 可以看到他在顽强的顶着 有时候你看马龙的场上 看得像是他放弃 其实他手是紧的 是的 他没有完全放弃 是的 他还是在一分一分在追的 有时候麻痹对方 有时候扰乱对方 对 我觉得对马龙确实也有的时候很不公平在哪 就是他这种属于特长非常突出的运动员 如果碰到外国人 他那发球一上来就起作用了 可是跟我们在队内的大家都熟了 所以他就基本不起作用 一不起作用 特长不突出了 这样他就很难拿出 那这样就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跟你增加了难度 也就是说 当你特长技术打不出来的时候 你怎么去周旋 怎么去想办法 能够转到你的程序上来 那你比如国际比赛也有啊 你可能多数的队员 外国选少可能不适应你 但是原先也在研究你 一旦你破理的时候怎么办 那你就翻弃了 对啊 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 就是说你难度加大了 但是你要不断的去创新 不断的去变化去 是的 但是我指的就是 你比如说硬碰硬 就谁打完了谁去奥运会 那这个队马林就不公平 我这感觉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 因为他毕竟他的特长突出 他打外国人好 那你在队内大家都熟了 那是你的那个相持能力强 你肯定我三千三发挥不出来 但是我到国外我行了 所以这个中国队可能采取这种方法 也是跟对这个特点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是日常的积分的 包括公开赛的一些成绩名次积分的 他不是说一次是相加的 相加的一块 有相拔赛 有公开赛 有队内日常的比赛积分 几个方面综合加起来的 明白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 直通路德丹201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西诺尔南庄中国乒乓球队选拔赛 现在是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是第一场半决赛 马林对马龙 比赛采取七局四胜制 现在马龙是三比一领先 但是马林在后边的第五局 现在已经追了几分 现在八比五暂时领先 现在马林发球 这个球回得好 这也是个非常规的回法 右向销 右向撩 他切了一下 远台中台的时候 他切了一下 这种球切过来 对他悬场不知道他有多转 他偶尔突然一样非常常规 拿一分真不容易 现在吴静平教练 和李小冬教练在下面也是在琢磨 这个球马林在接的时候大家注意看 他缓了对方一下的 他输手之前他停顿了一下 他用腰用在手缓的 所以使得这个马龙接的时候 他感觉有点突然 漂亮 放手 關鍵球8比10 漂亮 这个球球做了个直线 所以说我们看马林 他打就确实值得学习的 上来他一直在场上 你看他不放弃 他就一封一封的愣 你看到他这一局 也不是说打得很热火 潮点或者很 但是呢他还是赢了这局了 我东一封西一封 我不放弃我去凑 凑过这十一分 这是他的一个优点 他是立足自己变化 对 实在没招的时候就等 有人去看过 给我介绍说非常震撼 那个地方 就是三百只恐龙的花石 集聚在一个地方 那肯定是一个天灾人祸的时候 突然一下 应该是在6500万年左右 对 可能还要早一些 好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呢 在中国龙城 朱城 为大家来介绍比赛的情况 这里边呢 是他是世界丰度之城 叫维方市的下属的一个地级市 大概一百多万人口 这个地方离青岛 离维方 都大概呢 是他整个横日照 他是在中间 这个位置 现在尝尝一分三边 现在作为马林来讲 在上一局 其实是个关键局 我当时觉得马林 已经不行了感觉 就顶不住了 一般人都有这种感觉 觉得可能他要放弃了 哇 漂亮 其实是选拔赛打出了很多高级的漂亮的球 可以说平时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为什么选拔在竞争上面 大家都是把自己 可以说最大潜能都发挥出来了 觉得这次比赛当中 很多场球 我在现场看 都非常的精彩 是的 虽然有些电视没转播 但是也是很漂亮的球打 漂亮 而且所以这次 从中间电视台来讲 给了八个时间段来直播这次比赛 确实能把这个 运动面这种精彩的球技 能够展现给观众去 这点也是非常感谢电视台 确实我另外呢 就是也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 很多人都到了现场来观看 确实那这个 电视呢 就丧面了大家 不用跑了 而且通过电视转播以后 我们我很多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在这打比赛 都在观看 都在收看 都知道我们在 助成 中国平凡球队 是被组合争动了无数的荣誉 我们期待这次 这次到这个陆子丹 能够表现出我们这个小将老将 这个中间力量的这个特色 18球了 这局因为前一局输了以后 马龙这局上来开局显得有一点点乱 因为马龙这个选手确实 马龙这个选手确实是变化比较多 他动一下吸一下 然后他也不放弃 铲子也难受 所以就不能乱 你这个在耗 还得坚持自己打法 观众朋友 现在您正在看到的是 男子的半决赛 第二场男子半决赛呢 也非常强劲 也是一脑一新 由张继柯 对王立琴 五六名的争夺 五六名的争夺也非常关键 就是张超对好帅 因为这个呢 就是如果说好帅赢了的话 对他的进入前四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次比赛可以说老队员 真的发挥不错 你看从马龙王立琴 都打进了这个前四名 是的 王浩是因为有三病 退出了 退出了 但是他一直还是还想打 人家打到前八 带着伤打到前八 带着伤打到前八 他还想打 但是呢 好一道这个 实际比赛的因素 那还是要保护一下 你看马龙刚才那个发球 他发下拳的时候 一定要让你看得像上拳 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快 就像变魔术一样 你看这个球是实际是个不断 但是看着像下拳 是吧 这个马龙算减了一个 因为这个球正好擦网了 现在马龙发球 漂亮 先上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你看这个马龙那个先上手 在关键时刻 他这个掌握能拿得住 就说明过硬了 我们这些阶段看马龙打球 非常的积极 我们所谓的积极 就是他不管什么球 只要有机会马上就用正手 因为他不能去用反手形成相折 一旦形成相折 他就被动 我们看 他能用正手 漂亮 都用正手 这阶段 这个侧身拉的是一个 拉的是一个比较侧的一个 弧线低的球 他这个 你看马龙拉球 他这个不同的击球点 上升期 高点期 下降期 不同期击球 第二个就是拉不同的部位 有拉侧面 拉正面 他这种变化 有的高弧线 有的低弧线 这样的就拉出不同的球 这个球是博一把 这个球是很好的 虽然没拉到 但是他的意识 他的判断 都等在来了 没拉到就可惜了 但是这种意识 是一般人 现在7比7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漂亮 这个球真的是 可以说是高级 也可以说是享受 就马龙 我们看 曼龙多 他这般 零那么一个直线 神机妙算 他已经看出来 这个马龙已经测身了 难度是比较大的 这个高难度的一个球 而且他也判断出 马龙测身了 这就打出了近台快攻的优势 把近快变 这个马龙就充分 马龙充分体现了直板的优势 马龙直接在我们看 他在加强进攻的同时 他都在近台进攻 他都不退 因为他稍微退一点 他的速度一降下来 马龙就有机会 就跟你形成相似 就跟你对拉了 但是前面 快拉 顶住 他速度也快 7比9 漂亮 这个那么超低空的 这么反啊 确实 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我们这个 老运动员的技术啊 这有点2008年 奥运会的那个劲 又来了 所以一个老运动员 一旦他体能型的话 他调动好了 这个时候是非常可怕 这样马龙 马龙就以7比11输给了马林 这样双方呢就打成了3比3 即将进行决胜局的比赛 今天这个比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少见的一些场面 是的 特别是刚才有一个球 就是马林在进台快拉 这个马龙在中后台反拉 就看出了这个直板 打横板的这个优势的快和变起的作用 是的 而且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 好像 等一会儿呢 我们将会给大家播放这张比赛 好 现在马林放 马林发球 决胜局的关键是开局 开局的关键是发球和接发球 马龙这个接发球接的太好了 是直接切长的 这个是 我们看看他接身去上来每一个球他们的变化 是的 第一个球马龙是切了个长的 加转的 漂亮 看到我们上来以后 马龙也在很 马龙在积极地抢攻 他也不烦了 能够上手 能够主动起来 让马龙去反 反注意后 他就能打算相视 或者形成对捺 那这样他就占优了 这个例子是打到马龙的例子上来了 下拳球直接抢 对 一百百万要接的第二板就上手 而且他摆的落点比较好 比较短 也是正手位 漂亮 接发球接的好 马龙确实摆短扇摆的真的是很好 就看他的技术 他的手感 判断 对 所以你发球本身接过去就不容易 但是他接的那么短那么好 两个人都在斗短球而且都是摆的比较好 马龙要注意马龙摆他的正手位 因为刚才马龙连续给了他两个正手短球了摆的 因为他一直在想侧身嘛 所以马龙实在有变化的 漂亮 今天这个马龙啊 他这个侧身孤注一致 这个确实是 他必须这么打 只要有机会 马上我就侧身 马上我就正手 而且快 快拉 快冲 我才一直奏效 他就稍微慢一点节奏 只要马龙能够腾出一个手来 一转换 他马上就坏了 这个球 所以因为马龙呢 这个时候也是考验 他也 不乱 能够去把自己的特长 打出来 你看摆的正手 看出马龙这个前三板的优势 现在运动员们也都在议论 你看许昕和郝帅 也在议论他们这个球 所以说有时候说 看球也很掌球啊 是的 所以有其他运动员 都在场 场边 观看场比赛 打得好 这个球看得高 是偏高一点 但是它短 对 确实很短 而且很短很飘 你看那球慢慢悠悠的 另外一边 就是整天 在一个这种第一板桌吊动员 他现在在走啊 他刚才也在风 有个第一板桌 包括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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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得正手 有时候两边要防溜一下 你吊得慢的话 还有问题 有时候跟着 力一点 这时要看这个 一定要继续打托 继续打托 就把这个打进入去 包括你家,我算不然你看到 看到张超在旁边 也非常投入 在关注 其实这场球,中小对他还是有点关系的 是的 各位观众,我们继续为大家现场直播 直通路德丹201年世界乒乓球紧交赛 西努尔男装中国乒乓球选拔赛的比赛 现在进行的半决赛 是第一场半决赛 等一会儿还有第二场半决赛 第二场半决赛是张继科对王丽琴 也是一脑一心 也将是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 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刻 是决胜局第七局 漂亮 反手直接上手直板同打 所以现在必须要抢到前面 要抢到前面 首先要坚定 思想要坚定 所以我们说看打比赛看意识 就判断球的意识 我们在观众朋友在观看他们的时候 处理这些优秀人员 他在这个判断 他打球的意识方面 确实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 就什么球是怎么处理 什么球什么时候该撤增 什么时候该这个等着 这是他们的优点 漂亮 这球猜住了 太高了 马龙是发一个极长到底线 这时候马林已经注意到他了 这就是预防为主 他早就想到了 这就是经验 漂亮 只要反手一挡 就像黄领队说的 只要招架两下就不好弄了 所以必须要出来攻击力 他最多只能一下 一下以后他还得想办法 就要转换 到关键时刻了 强行侧城抢拉 能看出孤孤一致的感觉 这就是老运动员到时候能豁得出去 现在马林仍然还处于优势 马龙也是看了看马林 高炮球 哎呦 这个球很浓郁了吧 浓郁了 他摆得比较好 小说明 2 3 5 5 5 3 5 7 7 8 4 打不到也不后悔 确实已经到头了 打到极限 确实今天这场球打得非常的精彩 我觉得 最后结果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应该为两位赫彩 同时应该向马宁学习的精神 不放弃的精神 和他的弱势 和弱势 和弱势 可以说真的 他打球是一种 有的时候是一种享受的 他处理就跟你出气不易 想不到的一种球能打出来 没错 现在到全场比赛的赛点 10比7 马林有三个赛点 但是马龙还是很顽强 还是很敢打 今天有龙城支撑的山东租城市 乒乓球爱好者在现场 可以说是大饱了眼福 现在8比10决胜局 18球吃了一个9比10 又要追回来了 马林要求暂停了 这时候 要了一个暂停 康林队这次你到这个 朱城看了我们这次整个比赛 你对马西运动员的意想深 除了马龙以外 刚才你说到了马林的这种拼 还有 包括我觉得年轻的小将 他们当干从欧洲回来 有些时差都没倒过来 包括王浩包括大力 表现真的真的不错 包括洗心他们 而且每一个运动员还有个周语 他这种精神面貌 所以小队员这是来年轻的带来的打 那这精神面貌首先是可嘉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 首先是要有精神 去整体讲 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 这次每个运动员都是非常投稳 当然也有个别的 这个不尽人意的 那我们就将去进行一些反思 到关键球我们再来看一看 现在马林是10比9领先 最后时刻 马龙落后一分 马龙发球 高抛 短的 拉起来了 结果这个球拉得很转 第二马林 作为一个老将 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最终以4比3 战胜了马龙 取得了第二阶段的 对内选拔赛的决赛权 我们祝贺他 好 稍后呢 我们过一会儿 再继续给大家 转播比赛 可能马上呢 要有刘国良教练 对运动员进行点评 我们一块听一听 他是怎么点评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现在给大家